不过在我们国产疫苗整个进度加快的同时 新北市又有群聚感染了吗 最近新北市长侯友宜 鼓励永和民众前往筛检 要阻断隐形传播链 就是因为在永和区这里有一个礼 竟然是两周之内就爆出了三例确诊 有感染源还没有厘清 现在新北市卫生局是紧急安排机动筛检队 进入永和仁爱公园活动中心这里 要赶快厘清案情 工作人员忙着在永和仁爱公园活动中心 搭起帐篷 机动筛检站准备进驻 因为有区块在两个礼拜内就发生三例确诊个案 而且没有找到相关性 民众担心恐怕有隐形传播链潜藏在社区当中 就多筛一点 比较快抓到感染源 因为感染源不明 就用这种方法比较迅速 能够解除疑惑 民众只要攜带健保卡和身份证前往 从10号到12号下午到晚上都可以免费筛检 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树林行政中心 公办多更案再推扩大筛检 在感染源还没厘清之前 能够快速的扩大筛检 能够找到隐藏的隐形传播链 有效的阻止 所以我们就呼应 那个区块的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出来扩大筛检 尽管个案数下降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透过扩大筛检 精准疫調 做好防疫工作 疫情才不会再有变化 华世新闻 江宋 汪前华 新北市报告